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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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洛杉矶的朋友們 各位是不是覺得目前的治安很糟糕呢? 毒品泛濫 然後去大華買個菜都會被搶呢? 不用擔心!我們的專家 教授 檢察官都有 最好的策略來解決 現在的犯罪問題 這邊來自於CBS的報道 大洛杉矶縣從星期天開始 正式進入到了 零保釋金的系統當中 終結了長年以來 依照遭指控的罪犯 犯罪嚴重性來制定 保釋金額 這個原有的制度被指控是為了 保護有錢人而設定的 根本就沒辦法對於公共治安 產生任何作用 但是這個零保釋金的系統 卻遭到了法律與制度 Law and Order的 極端支持者的抵制 就是我們這些人啦 我可以普通的人 認為這樣會把司法系統 從責任當中移除 會導致絕大多數被代表的罪犯 完全沒有用 因為嫌犯馬上就會被放出來了 而不是會關監獄 關到司法審判 除非那些人犯了很嚴重的犯罪 大洛杉磯的總警署署長 Robert Luna出來發聲明 我們的社區為了這個改變 感到非常的擔心而發聲 Robert Luna認為 犯罪的這些受害者看到 嫌犯馬上遭釋放 將會對我們的司法系統 喪屍信心 他說他了解必須要尊重 遭逮捕的嫌犯的憲法保護人權 但是林保釋金同時也會讓警察 以及執法人員喪屍鬥志 他們很努力地去逮捕這些嫌犯 但是卻只會看到這些罪犯 只拿了當警告 就無罪釋放 而受害者只能不敢相信事實地 看著惡者被釋放 沒有錯 這的確就是林保釋金中的 其中一個後果 那在我們討論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洛杉磯的檢察官 George Gascon 這個左派的聖人 一個索羅斯資助的心理變態 大概是史上最爛的警察官了 他的工作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要廢除所有的警察 一切都用社工去解決 與其讓有能力去阻止犯罪的這些警察 來去阻止犯罪繼續犯罪的話 他選擇 你 對 我其實認識非常多在做社工的人 我認識很多在大學學社會學的人 我們的檢察官 要你去幫助這些罪犯 暴力罪犯 這樣子就不會有 罪犯對警察施暴啦 因為身為社工 你有同情心 有同理心的你 會被罪犯砍死 總之這位Gascon 上了洛杉磯的FOX11 討論林保釋金的方釋 以下是他的解釋 如果我們決定你會有危險 到我們的公民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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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LA County 市民 都在想要求保持这个政策的保护安全安全 你认为他们? 我认为我认为他们的 我认为他们要拒绝这个 我们要拒绝这个 然后再回到最后的事情 它在现实上的事 那些事情不是在工作 大并不在习惯 人们在想要这些人 这些人会让人家更安全 我认为他们需要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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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们更安全 我认为他们更安全 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空间 保持他们危险 他说这包括警察的犯罪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但是某层面我觉得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个Gascogne看起来就是一个 真的不像一个聪明的人 不过看到他讲话 我可以确定的就是 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很糟糕的一个检察官 就算你没有听他讲的内容 他整个人给出来的感觉是 非常糟糕的 没有自信 特别是他说话的方式 Well 我们都知道犯罪率是个问题 我们也很努力 那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 对不对 这个问题 这个很明显 就不是一个寻求正义 追求正义的人 他其中一点说到 这个会让我们的城市更安全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空出来更多的监狱的空间 来去收纳那些暴力的犯罪分子 那问题就是你真的会把暴力分子 关到监狱里吗 还有现在的监狱真的是人满为患吗 现在监狱还是处于一个你很想要把暴力犯罪分子 关到监狱里 但是你做不到因为监狱里已经人满了吗 你没办法执行法律 是因为监狱里都塞爆那种乱涂口香糖 乱丢垃圾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现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些暴力犯罪 就是被逮捕过的这个暴力犯罪 是你抓进监狱里 然后那个典狱长出来说 sorry 我们已经overbook了 OK 连厕所都满了 所以说只能把这些暴力犯罪放出来 事实上就是没有这回事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洛杉矶现在的监狱里面 根本没装多少人 几乎所有的犯罪都在大街上到处走 但是就是左派爱说的话 说出来这个样子的话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而且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在道德的至高点 让他们感觉他们可以跟耶稣一样 有能力原谅所有人的罪 这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无底洞 他们会说 对我们应该要原谅那些鸡毛蒜皮的小罪 这个样子我们的监狱就可以拿来 关那些真正暴力的罪犯 然后当警察真的抓到那些暴力罪犯的时候 他们会说 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不把他们当人看 对不对 他们其实也是遭到受害者 他们也是遭到系统式的种族歧视对待 他们会犯罪其实是社会的错 所以说我们要司法改革 要帮助他们 要社工 而不是有更多的惩罚 还有把罪犯关到监狱里面的制度 事实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 如果监狱的容纳量是个问题的话 解决的方案 不就是应该盖更多的监狱吗 这不是Gavin Newsom说的完美的解决流浪汉的方针吗 要怎么解决homeless的问题呢 就是给他们home啊 对不对 然后如果监狱里都是一堆暴力犯罪的人的话 那个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就是必须要跟其他的暴力犯罪关在一起 一间牢房如果只能容纳两个暴力犯罪的话 那我们就塞十个暴力罪犯在同一间牢房 告诉他们说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人格 当他们跟动物一样使用暴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使用暴力的动物一样被对待 宪法保护的是美国人的人权 当他们放弃了当人选择当一个动物的时候 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是必须跟动物一样 他们活得很糟糕耶 过得不舒服耶 活得没有人权耶 I don't care 谁说监狱里应该是一个度假村 谁说他们应该在里面过得很舒服 我们访问吕戴豪牧师的时候 他说他为什么会变好 就是因为监狱太苦了 他不想进监狱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吕戴豪牧师当时在绿岛过得就是爽的不得了 天天穿着这个短裤喝着pina colada抽雪茄的话 他有可能会信竹当牧师吗 他会恨不得再回去监狱里待着吧 当我们的检察官刻意的把犯人放出来 让我们的社会 让社区变成罪犯的天堂的时候 被关监狱的就是社会的大众 被攻击的就是奉公守法的公民 也就是说如果犯罪是我们城市的问题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犯罪找出来 然后把他们关在监狱里 来保护普通的公民才对 保释金可以做到的是 确保这些坏人必须待在监狱里面 而且让付了保释金的罪犯 会想要把钱再拿回去的动机 而去法庭接受审判 如果不用付保释金了 他们没有为他们犯的罪有任何的付出的话 而且就算被警察抓也会马上放出来 无罪释放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之后要去受审 为什么他们之后要上庭 那我们想要问的就是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Gascon的目的是什么 Robert Luna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法律的这些议员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创世纪里面 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 只要找十个艺人就好 只要找一个艺人就好 他们想要创造的就是 城市里面一个艺人都找不到的世界 他们想要我们也被拉到地狱里面 他们想要完全废除神的律法 世界的常识 还有基本的基础道德 撒旦知道他们赢不了最终的神盼 撒旦知道他已经输了 所以说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摧毁神的形象 让人亲自的自愿的让神伤心难过 他们想要他们在永恒的地狱火湖的时候 可以拉着一堆人跟他们一起受苦 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会遭迫害 而且会有基督徒 会有软弱的基督徒放弃信仰 变成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坚持下去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拯救更多可以被拯救的人 就算一个人也好 要他们依靠着神变得刚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